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欢迎默克尔再次访华 祝贺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成功举行并取得丰硕成果 习近平指出 经过建交40多年来的共同努力 中德关系已经进入十分成熟的发展阶段 务实合作达到很高水平 需要双方携手前行 双方要把好方向 拉紧互信纽带 要把握合作主流 相向而行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关切 确保中德关系不偏离健康发展轨道 双方要登高望远 拓宽合作视野 要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战略沟通 创新和丰富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模式 鼓励和支持两国企业开展三方合作 两国政府已为中国制造二义务 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建可深化两国在教育 签证便利化 航权安排 传统中医药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强调 作为二十国集团三驾马车成员 德方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筹备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双方应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制定创新增长蓝图 为世界维护国际市场稳定 共同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促进贸易投资等拿出具体形态